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强调身为最大股东会站在对宏记最有利的方向 那现在就是要加速 宏记股价盘中跌幅超过4% 不过日前重返五年高点看到三字铜 施政荣肯定陈俊胜把宏记这座船稳住了 现在要开始加速 至于未来宏记旗下小经纪IPO规划 仍会以台湾为主 未来当然不能排除 至于现在的优先当然以国内为主 除了接班话题 施政荣的小女儿石薛荣婚姻状况 施政荣也大方回应 就是他们的视角 我只站在孙子的立场 我希望他们有健全成长的一个环境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和好 宏记从谷底翻身 虽然近期话题不少 但施政荣亲上第一线回应 也平息外界猜测